行車記錄器拍下白色賓士突然暴衝 狠狠往人群衝撞 一堆人變成人肉保齡球全被撞飛 再看一次二十幾位民眾挤在垃圾車後 倒完垃圾一轉身就被車子衝撞 一名女子被噴到引擎蓋上 抱著小腿縮成一團 她丈夫為了保護她自己被夾在垃圾車 跟賓士中間骨折到地痛到起不來 有就聽到碰一聲 然後有三四個人坐在地上 先注意到叫車的女子狂扭身體 想善車但根本來不及 車子失控撞碰一堆人 沒停下還疑似前後撵過 被撞倒的人爬起來大罵 總共七人受傷 須發在台南京華路上 駕駛疑似開到杜菇 追撞垃圾車害人受傷 網友驚呆剛剛看到人躺在地上 我被嚇到好恐怖喔 只能寫個慘字 這真的有扯 士兵是想丟掉所以上垃圾車嗎 哇塞 新垃圾車馬上被追撞 是在看手機嗎 碰好大醫生路口 棄機車對撞 騎士騰空喷飛 還疑似撞進民宅牆壁 騎士在空中翻了兩圈 人肉砸牆嚇死人 機車被撞到旋轉往前衝 又撞路邊兩台機車 小網引擎蓋被撞凹 機車零件碎片 到處飛民眾趕緊上前救人 造成車損及人員受傷 事發在台南西市 五號至路口 開車騎車的疑似都沒注意 路口滴滴龍連人帶車噴飛出去 還變成四車連環撞 追撞垃圾車刷倒一排人強 驚險瞬間嚇死人 記者賴慣張才能報導